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聚报将在全国两会宣布发行1万亿特别国债 美国免税包裹进口激增 意愿促采取措施阻中国企业抢摊 聚报台空军孔线退伍潮 台国防部 人力平均边线可满足战备需求 本地2900名同军形成百合花式创纪录 马国恢复豁免权 允外国船维修海底电缆 请大家收看 中国聚报将在全国两会宣布发行1万亿特别国债 联合早报 中国可能在全国两会期间公布适度的经济刺激措施 其中包括发行1万亿元人民币的特别国债 这些措施旨在支持食品及能源等战略产业 稳定经济发展 然而 这些措施并没有解决中国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预计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2024年经济增速目标定为同比增长5% 以实现在2035年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翻的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需要更多的财政刺激 预计中国将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控制财政赤字率以及支持新基建和先进制造业来实现经济增长 然而 持续资金补贴可能会导致工业产能过剩 通货紧缩以及与西方的贸易紧张关系 美国免税包裹进口激增 议员促采取措施阻中国企业抢贪 联合早报 美国众议员对中国电商平台Shan和拼多多海外版T-MU利用小额豁免机制 进口大量货品表示担忧 根据小额豁免条例 价值低于800美元的货物可以免税进入美国 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指出 2023年有约10亿5000批次的货物通过小额豁免机制进入美国 同比增长了53% 他还表示 这些豁免可能使得公司能够逃避对强迫劳动问题的审查 加拉格尔呼吁政府采取紧急措施 阻止中国企业避税 抢走美国公司生意 据报台空军恐线退伍潮 台国防部 人力平均边线可满足战备需求 联合早报 台湾国防部在新闻稿中表示 台湾三军飞行部队的招募成果良好 人员补充规划已完成 人力编制可以满足部队的战备需求 国防部强调将继续实施续服奖助金发放政策 并鼓励飞行军官继续服役 以确保人员的稳定性和长期使用 这一回应是针对媒体报道的 台空军可能出现飞观退伍潮的问题做出的 本地2900名铜军形成百合花式创纪录 联合早报 新加坡铜军总会举办了一场活动 欢迎新加坡总统尚达曼成为铜军总长 这次活动创下了新加坡记录大权 2900名铜军集结在一起 形成了代表铜军标志的百合花式 这一活动还打破了英国2018年创下的世界纪录 英国当时有445人参与了类似的活动 活动中 尚达曼总统佩戴了铜军领金 并与铜军进行了交流 此外 铜军总会还举办了嘉年华会 展示了铜军的营地技能 铜军总会的首席总监表示 这次活动象征着铜军运动克服了疫情 并向公众展示了铜军的价值观 明年 铜军总会还计划举办国际铜军大露营 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参与者 一位参与活动的铜军表示 在疫情期间 铜军活动只能在线上进行 但在中三的时候才开始学习生活和铜军体育等户外项目 他通过铜军活动学到了领导能力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马国恢复豁免权 允外国船维修海底电缆 联合早报 马来西亚政府同意恢复豁免权 允许外国船只参与海底电缆修复工作 并进入马来西亚海域 这项措施有利于海底电缆建设 也将为科技和数据领域吸引更多投资 促进数码经济增长 此前 马来西亚政府曾取消了这项豁免权 引发外国科技企业的担忧 为了保障本土航运业 马来西亚还调整了沿海贸易政策的其他规定 包括要求所有提供货运服务的本地和海外船只申请国内航运许可证 另外 对于从半岛前往沙巴越的外国货柜船 政府重新实施限制 而从半岛前往沙巴的货柜船则可继续享有豁免权 这些新政策预计在未来两个月内生效 两休闲船艇相撞 一名乘客下落不明 联合早报 在事故发生后 四名落水者被成功救起 但其中一人仍然下落不明 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 海事局表示将继续努力寻找失踪者 事故原因尚不清楚 调查仍在进行中 这起事故再次提醒人们 在海上活动时要格外小心 安全意识和遵守规则 是保证航海安全的关键 海事局也呼吁大家遵守海上交通规则 确保船只装备齐全 并随时与相关机构保持联系 以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获得帮助 希望救援人员能够尽快找到失踪者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强安全意识 确保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乌克兰2024年的战略目标 是让俄罗斯人感受到战争的切肤之痛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乌克兰目前面临着发动反攻的资源不足的问题 欧盟增加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但仍不足以弥补被搁置的美国军事援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他希望通过和平提案来安抚保守派 但他也表示他们相信只有变得更强大 才是正确的做法 许多专家认为 如果乌克兰想要在谈判中获得更好的地位 进攻将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乌克兰的战略策略不断变化 去年的反攻战略是夺取梅利托波尔 并到达亚苏海 切断俄罗斯与克里米亚之间的联系 然而 乌克兰在2023年的反攻失败 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过于依赖盟友的武器交付 今年 乌克兰计划自己制造更多的武器 乌克兰还采取了远程攻击的策略 通过无人机和导弹对俄罗斯造成破坏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他们的目标是剥夺俄罗斯的制空权和侵略融资 给俄罗斯造成系统性损失 乌克兰还在关注人力和战术问题 乌克兰计划建造大量无人机 以进行远程攻击 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预测 对克里米亚的袭击将会加剧 乌克兰也通过无人机和导弹 将俄罗斯无法将克里米亚用作其行动基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他们需要在适当的时候采取恰当的行动 击退俄罗斯 在欧洲方面 英国是唯一在新型武器供应方面领先于美国的欧洲国家 他们向乌克兰提供了坦克和导弹 欧盟通过制裁和邀请乌克兰入盟来支持乌克兰 但这些措施的效果有限 欧洲国家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乌克兰问题 并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 总的来说 乌克兰目前面临着资源不足的问题 但他们仍在努力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 他们采取了远程攻击和无人机战略 试图削弱俄罗斯的军事能力 欧洲国家也因更积极地参与乌克兰问题 并提供更多的支持 抑制国安风险 加拿大严审数位媒体领域外国投资 美国之音中文网 加拿大政府宣布 对互动数位媒体领域的外国投资进行审查 以加强网络安全和问责制 政府认识到 敌对国家或受其影响的行为者 可能利用外国投资来传播虚假信息和操纵信息 在涉及互动数位媒体的投资方面 加拿大政府将提供额外指导 并强调将采取行动来保护国家安全和最佳利益 尽管没有点名具体国家 但加拿大已多次指责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外国干涉 加拿大政府在研究外国投资时将考虑多个因素 包括产品内容的覆盖范围和受众 产品是否具有线上元素 以及投资者对加拿大企业的控制程度 政府也表示将与企业和地方政府合作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提高加拿大的长期经济竞争力 亚洲开发银行 欧盟碳税将冲击亚洲经济体 联合早报 亚洲开发银行发表的报告指出 欧盟计划对碳排放量高的进口商品 征收关税的碳边境调节机制 可能无法大幅减少碳排放 还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伤害 报告称 亚洲整体的碳密集制造活动仍在增加 任何小规模的减排都会被快速抵消 因此应该建立机制来分享减碳科技 亚银经济师认为 碳边境调节机制在现阶段是相对有限的政策 只涵盖六个部门 并且只针对进口到欧盟的产品 报告估计 欧盟到2030年之前可通过该机制 获得约146亿新元的收入 可用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变化方面的融资 然而 印度和中国都批评欧盟的做法 并警告其不要用气候为借口 实施贸易保护主义 河南开封一小学 已拖欠教师工资无人上课 当地教育局称正在处理 联合早报 河南开封一所小学在开学4天内没有任何老师上课的事件引发了关注 据家长透露 已因学校欠薪半年 导致没有老师到岗 学校老师和当地教育局回应称 所有老师已经到岗 学生们已经开始正常上课 教育局表示已知晓此事 正在积极处理中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 该学校之前因合同纠纷案三次被法院发布限制消费令 NKF办露眼推介绘本 提高预防肾病意识 联合早报 全国肾脏基金会举办露眼活动 并推介绘本红线支援 以提高公众对预防肾病的意识 绘本通过小男孩的探索之旅 提醒人们关注肾脏健康 目前本地有约50万名肾病患者 而肾病的初期症状并不明显 NKF希望通过绘本向年轻一代传达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 绘本有中英两个版本 销售所得将捐给NKF资助肾衰竭病患的治疗 公众可在露眼活动或网站购买绘本 并享有折扣 露眼活动为期四天 提供游戏、活动区域展览 让公众通过有趣的活动获取保健知识 李家超下周一赴京列席中国人大会议开幕会 联合早报 李家超将于下周一赴京列席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开幕会 他将在北京期间拜访中央部委 并见证香港赛马会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和香港医务卫生局签署合作文件 李家超将于3月6日返回香港 期间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处理行政长官职务 香港的行政会议将在他离港期间暂停举行 直到3月19日复会 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谈超级AI 为人类五年内出现 星岛日报 世界知名芯片企业英伟达 NVIDIA的CEO黄仁勋表示 通用人工智能AGI可能在五年内实现 他在一场经济论坛上回答了关于人工智能思考能力的问题 并表示如果以通过人类测试为目标 AGI将很快到来 黄仁勋还指出 目前AI已经可以通过律师资格考试 而在医学领域的测试方面还存在一些困难 但他相信在五年后 AI也能通过任何医学测试 然而 他也指出了实现目标的难点 及科学家对人类心智运作方式的理解 仍缺乏统一定义 这对工程师来说是一个挑战 中学会考母语比试一次过 学生可减轻备考压力 联合早报 新加坡教育部宣布 中学母语会考比试将和英文考试统一 只举行一次 学生和教育工作者认为 这一举措将减轻备考压力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兴趣培养时间 教育学者表示 取消重考选项是情理之中的 因为母语考试应该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而不是依靠侥幸心理 学校也致力于激发学生对母语的兴趣 通过多媒体教学和户外学习的方式 帮助学生建立信心 提高母语能力 ABC专场巴沙与熟食中心摊贩 将获一个月租金回扣 联合早报 惹兰红山的费结和病例 对当地商贩的生意造成了影响 因此他们将获得一个月的租金回扣 惹兰红山的ABC专场巴沙与熟食中心的摊贩 将获得国家环境局提供的一个月租金回扣 并且单容八个市政理事会 同意将商家和摊贩的服务与杂费抵消 免缴付三月的费用 此外 受影响的商贩 还获得了250元的一次性现金补助 负责基层事务的政务次长蔡瑞龙 感谢环境局和市政理事会的支持 并表示这些措施将有助于缓解商贩的压力 卫生部提醒民众继续支持 ABC专场巴沙与熟食中心 因为有关当局已经采取了防范措施 筛查结果显示 在2548人中 84.7%的人结果呈阴性 12.6%的人有潜伏型结合病 0.1%的人确诊患有活跃型结合病 卫生部长王以康 曾经走访ABC专场巴沙与熟食中心并用餐 鼓励公众继续光顾熟食中心 并强调 结合并不会通过共用杯子 餐具食物 握手或在小贩中心用餐传播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